路過宜蘭市珍珠路 目光猛然被一幅圖所吸引 農夫彎腰十歲的畫面 是不是像極了法國畫家的名畫 大新人比較像而已 這像啦 八錢沒像 這三個都不一樣 不一樣標籤 所以顧問你經過這邊一開始 是被這幅畫吸引到是不是 宜蘭市珍珠路上的這間 小小開心農場 是林秀卿和丈夫所打造的 平時兩人在這過著 愜意的農作生活 看起來圍牆略顯單調 有學過油畫的林秀卿 就運用所學 買了一些鐵漆 在農園的空間四處畫 也因為四周都是農地 就選擇以農村景象來發揮 繪畫過程還吸引路過民眾好奇為觀 例如說來這裡 就剛才用鐵棒刷畫 我本來不敢畫 因為這是鐵材 這不是油畫的原料 這是用鐵的鐵材 所以我試看 結果還有花菜出來 油畫的菜我就會比較會 鐵材我都不敢摸過 第一次來切 第一次來切 但是也成功了 還算可以 那差不多有多久的時間 差不多10天吧 10天 7天至10天 擁有繪畫的基礎功夫 隨時發揮享受練習的樂趣 對提升繪畫技巧有所幫助 觀察喜愛的作品 再分析圖畫結構 更有助於構圖思考 畫畫不只是技法的展現 也是訓練耐心和觀察力 宜蘭新聞記者黃竹漢採訪報導 雪 絲 插 投影 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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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